推廣學齡前兒童的親子共讀 昆山慈濟志工發起 親子書帶的交換活動 年後的首次聚會 志工系數閱讀的好處 當你讀了多少書 沉澱在心裡的時候 在你的年談曲子裡面 是可以寫入得出來的 閱讀一定會啟發智慧 書中自己的年齡欲 我相信你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現代社會雙心家庭多 大大削減了家長陪伴孩子的時光 有了這樣的親子共讀 相信之下親子關係也拉近了 自從有了親子共讀 這種活動之後 現在小的一到上床要睡覺了 首先想到的是 我要讀會本 媽媽給我讀會本 就會安靜下來 比以前有很大的進度 孩子的話也沒有像以前 就那麼浮躁 因為之前小朋友就喜歡 看電視啊 摸手機啊 中國閱讀啊 然後現在電視基本上就是完全杜絕了 然後親子之間呢 也就是取得一份的交流和成長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人好的習慣 我是希望他們堅持下去的 而在上海的這場書袋交換活動 家長也踴躍分享孩子各自在閱讀後的轉變 現在因為也開始大一點了 所以他有的時候也會去看那些文字 然後也會去問我 但還是以看圖片為主 還是要保留這個最核心的內容 就是陪伴他的這個內容 而不用把一些功利性的內容放進去 不管是爸爸或媽媽任意人陪伴 親子共讀 不變的是愛的味道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工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